10月18日,火箭队迎来了新赛季的揭幕战,火箭队主场对阵提胡队,上半场比赛,火箭队居然54比7月11落后了17分之多,而第三截只打了4分钟,提胡队继续痛下杀手,已经是86比64,领先火箭队22分之多了。 火箭落后22分,火箭气将两截半爆砍26分,哈登保罗加在一起,踩20分火箭,在保罗和塔克的调度后,开始逐渐找到进攻中的感觉,但是火箭队的防守,仍然没有任何的提升,手感爆棚的火箭气将尼罗蒂奇,连续命中了三个精准的三分球,直接打爆了火箭,将分拆拉开到了20分以上。 这样比赛只打了两截半的情况下,被火箭抛弃的米罗蒂奇,出战22分钟已经14投10中,拿下了26分6个篮板,比得到18分的戴维斯表现还要好。 他的三分球是4中4弹无需发,而火箭这边,哈登和保罗加在一起,才拿到了20分,两人分别都是10分。 火箭今天打得极为困难,塔克是手感最好的球员。 三分球7中4,拿到了14分,火箭先赛季第一场,就遇到了巨大的困难。